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给你答案 第一 用强化理论加强你对工作的认知 年会一般都干什么 当然是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表彰员工和画大饼 但是公司花了这么多钱也不能只给你抽奖 这个时候强化理论就可以用上了 啥叫强化理论 简单说就是用一系列的刺激手段 来强化你对一件事情的认知 就比如在年会上 老板给每天工作15个小时的员工 发个现金奖以示鼓励 向员工发射出了 一努力就会有奖励的信号 给员工在努力工作方面以正向的刺激 最后的结果就是 得到奖的员工会更加努力 没得到奖的员工也会间接被洗脑 第二 互惠原理 所谓互惠原理 就是人们会因为自己的负债感 来报答别人对自己的恩惠 换到年会上来说 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说老板必须要召开年会 所以老板在这个时候就利用了互惠原理 主动地给你一些奖励 然后你就会因为自己内心的负债感 而决心在明年继续努力工作 即便如我们家云和我们家化腾 也特别享用一场与民同乐的仪式 拉近群众关系 给员工营造归属感和认同感 外加表彰先进 树立典型 但是面对工作和生活分得门清的90后员工 怎样不在年会上用力过猛 是所有老板的难题 平时多注重文化建设 培养员工认同感 年会也不至于总被吐槽了 你们都经历过什么奇葩的年会 欢迎来留言吐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